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位于华南理工大学旧主宅区的一个小院落 2017年4月1日 这个小院打破了往昔的静谧 一片欢腾 这些人当中多数是博士 最低的也是硕士 有几位还是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他们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 特意赶到这里 为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 庆祝79岁生日 老先生叫何敬堂 是他们的老师 何敬堂出生在1938年4月2日 2017年 老先生之所以提前一天过生日 主要是为了方便大家安排时间 提起何敬堂 建筑界没有几个人是不知道的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首届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 并且兼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名誉院长 设计院院长 旁边穿黑衣服的这位老人 是何敬堂的夫人李启霞 也是一位知名的建筑设计师 有人戏称何敬堂夫妇 是中国建筑界的神雕侠侣 何敬堂的大半辈子 都在一边教书育人 一边从事建筑设计 研究 算得上是逃离满天下了 我都不知道多少个 最近应该150个了 我的博士说是加起来 培养过了和经经念的 现在还得教嘛 在建筑界大家几乎都知道 由何敬堂设计的建筑 遍布大江南北 几乎每一个都是经典 不妨先看看何敬堂的 一小部分著名作品 2010年上海市博会中国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 扩建工程 秦薛森图书馆 汶川大地镇镇中纪念地 大厂民族工 广东云福慧能纪念堂 重庆理工大学 中国资本市场学院 深圳科学馆 华南理工大学的大学城校区 1998年 何敬堂60岁那年 才平生第一次正经八百地过生日 这是当时他的弟子们 为其定制的生日蛋糕 照片上的蛋糕造型 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别致 没错 他酷似何敬堂的建筑作品 深圳科学馆 何敬堂及其弟子 为什么对深圳科学馆情有独钟呢 我的人生的第一个作品 成名的作品 就是深圳科学馆 非常有意义 因为我以前去北京工作的 1983年 全家从北京回来 都改革开放的前缘 重新奋斗 已经45岁了 我就从北京回来 所以我这回来 行李还没到了 因为火车 拖运行李的话 都要负运负运还没到 家还没有安排好 有没有地方吃饭 就叫他说吃饭 其实那个时候 他的所条件就很差 也不能做饭 温泽特别多 那个柜子 那个柜子 一打开门 那个温泽船都一面扑来 我的女儿被温泽 咬了一个个巴 扣了扣了 扣了硬巴 一个个硬巴 一个个硬巴 整个脚都烂了样子 因为我哥哥还在北京 哥哥有时候打电话过来 后来他跟舅舅说 我现在做梦都想回北京了 那是咬了一年 第三天 我的老院长跟我讲 现在有一个圣人科学馆 那个年代就1983年 圣人的八大文化写诗 很重要 要竞赛 不知道我能不能参加 我一听到第一个反应就是机会来了 我服务员两个一项就马上做 每天我坐到郝老师的单车尾巴 去那个车室中心 也是一栋小楼 在车室中心里头呢 车局有两间房 就是在那里做方案 没有空调 没有也是点温箱 也是问着咬的不得了 每天晚上在那里加班 做了二十天 最后一个晚上 做了一个通宵 把母星都做起来 第二天一早就坐汽车 都从广州到深圳 当时广州和深圳那条路 还是坑坑洼洼 一方面在修路 一方面还是离路的 一方面还是修路的 又拐挖 干嘛干嘛这样 反正起码四个钟头才到 我们很早送去的 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六点多钟就来通知我们了 从里面方案中标了 哎呀对我人生是一个很大的 孤独啊 就是回头改革开放前面的地方 打下来 这个项目 其实也有纪念意义 就是我回来的第一个作品 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大的作品 也是我通过他的后来 我就做这个决定 自己做这个决定 因为我已经四五岁了 我回来的目的就是想分道 做点东西出来 我一个都退休去要十五年 一个我平平碌碌的这样过十五年 一回就放过去了 那可能就退休了 我回来的目的就是想搞点事情 我就认识了 我就选择了一条 把写计跟研究结合的道路 后来又把造学结合起来 我就马上通过这个工程总结 写出这论文 然后呢 也通过这个工程 最后就参加评奖 都讲 从83年这样做之后呢 我就所有的重要工程 都按这样去做 我把它叫做三道尾 什么叫三道尾呢 就是又有作品 又有奖章 又有论文 从1994年开始读和敬堂的硕士 也是他的第一批博士 后来留校任教 做了建筑系主任 和博士生导师的刘宇波 对当初和敬堂要求的三道尾 记忆犹新 他特别想要三个一 就是他说一定要创作这个作品 完成作品 这是第一步的 第二步一定要获奖 就是这个作品本身要达到这个相当的水平 但第三步就一定要完成一篇相关的论文 就要总结这个思想 他当时还有一系列跟我们讲的东西 大概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这个作品挺好 但是还写不好一篇 写不出一篇好的论文 这说明你的思想还没有整理好 没有挖掘好 这三道尾 从设计深圳科学馆开始 何敬堂就一直恪守着 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的弟子们 而弟子们同样希望 他们的学生也能延续何敬堂的这一理念 今天三道尾已经成为了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科的一个优良传统 而何敬堂从六十岁开始 一年一度的生日 过得与众不同 别有韵味 他们从六十岁开始就给我过生日 过生日的时候我就每天都做事实报告 就把生日会变成一个事实研讨会 何敬堂从六十岁开始 起生日聚会与学术研讨会 合而为一 多年来已经成为了传统 自然他的七十九岁生日也不例外 前来祝寿的弟子们见缝插针 赶紧向何敬堂请教 汇报 如果说深圳科学馆是何敬堂事业的一个全新起点 那么2010年上海市博会中国馆则将何敬堂的事业推向了巅峰 难怪他的学生为其定制的七十九岁生日蛋糕 特意以中国馆作为造型 这就是外形设计极具中国特色 被人们称为东方之官的2010年上海市博会中国馆 市博会结束后更名为中华艺术工 成为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上海市博会中国馆的投标及设计过程 将何敬堂只争朝夕的干劲 合作共事的风范 与时俱进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2007年4月25日 上海市博会组委会开始向全球华人 公开征集中国馆设计方案 招标范围之所以限定为全球华人 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 中国的许多标志性建筑 几乎成为了国外建筑师的试验场 于是决策部门决定 此次上海市博会的中国馆 由中国设计师自主设计 十年69岁 已经做了八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何敬堂 从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来临了 当时我就想能够参加这个设计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历史责任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筑师的一个机遇 所以我们当晚我们就回到广州 从上海回到广州 就去我的博士团队参加这个竞赛 第一个我们就是定位 这个馆我们就要用八个字来定位 中国特色 时代精神 这个馆一个没有中国特色不能叫中国馆 我建议大家研究一下什么叫中国精神 围绕这一定位 何敬堂率领团队 决定将中国建筑构架系统 中国园林 中国文化印象 文物器皿 以及中国建筑元素 进行艺术处理 整合为中国器主题 出人意料的是 当年六月 世博局从344个方案初选出20个方案时 何敬堂的中国器方案落选了 不过当评委们打算从20个方案精选出八个时 却遗憾地发现 那些方案竟然没有一个是令大家十分满意的 于是他们重新甄别那些此前被淘汰的方案 峰回路转 何敬堂的中国器方案 以其准确的定位 浓郁的中国味 独具匠心的造型 最终打动了评委们 就此起死回生 最后选了三个出来 其中有清华大学一个 有我们一个 还有上海自协志愿的一个 三个都是优性方案 到底用谁的方案呢 中国管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一个国家管 就够了那一部分 一个地区管 停了那一部分 这两部分组成的 一个叫中国管 最后在中央决定呢 就是国家管的部分呢 就是像斗工业这个 就以我们那个方案为主 吸收清华啊 它和其他方案是优点 中国管的建筑面积 多达16万平方米 是上海市博会 所有场馆中 面积最大的 如何驾驭 这个体量庞大的建筑 如何协调 华南理工大学 清华大学 以及上海市民营建筑设计院 等单位的顶尖专家 对何敬堂而言 无论是业务能力 还是协调能力 都算得上一场 从未有过的考验 为了做好这个工作 我非常赞情合作 我是共同创造一个 把各方面的智慧 集中起来一个作品 他们非常赞情 上海市博会 那个市博局的决定 这任命我当中建筑师 清华的 还有我们院的 还有上海这些院的 合起来 我是一个团队 这三个单位怎么合作呢 我说这个问题好解决 我们都搬到上海去工作 我是搞现场协计 我们就大家 取强补短 互相协调 要用这个办法 来大家协相解决 当时我也是参加人之一 何老师本身 他专业的权威性 他在这里面 他是 他由于他的年龄 他的资历 他的成就 在这方面呢 就是他有这个 影响力 有权威性 大家都服他 何老师就是主心骨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何老师 是非常善于 调动这个团队精神的 一位专家 这一点呢 也是 就是三个单位 合作好的 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馆的设计师工 凝聚着何敬堂等人的 大量心血 仅仅为其披上 合适的无外衣 就耗费了足足十个月 2007年底 开始施工 到2008年底 它封定了 就结构上来 就绳出来了 但是穿什么衣服呢 我们当时定的是中国红 因为有中国特色嘛 中央决定的也是 同意 也因为是 这个人是非常好 好多人都开始不知道 这里面这个 为了定这个颜色 发了十个月的时间 中国馆高达70多米 体量庞大 四面的光照随时变化 究竟使用哪种红色 才能确保 在不同的外部条件下 收到无论距离远近 都能赏心悦目的效果呢 我不是研究色彩的 很多种红的 是哪种红 哪种红 哪种红 却适合的 我就提出来 我说不行 我现在我们的生命还不够 能不能请顾问 上海的请 中国美食学院的 他们世界研究所的 宋教授 他们一个团队 帮我们一起研究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红颜色 是经过翻翻覆覆的研究 主要定下来 好像讲最早也是 像他自己 那故宫的红 红旗的红 都去比较 还要主持一个委员会 最后我来决定 这么大规模的建筑物 搞红颜色 那真是很大很大的风险 这是当时专家们在施工现场 对中国红色彩进行论证的 一段珍贵视频 这个颜色我估计肯定 这偏深了 最好在阳光下看的时候 这个感觉要比这个人来得深 但是比这个颜色 稍微来得清 这个颜色还可以 决定这个颜色的时候 就是开会是很紧张 那一阵子好像讲 有一次一天三个城市 先是到北京 后来就天津 后来呢 又需要到上海 又现在翻到上海 上海又再回去天津 就是一天到了三个城市 经过十个月的时间 不断地比较 不断地做样板 做工程人的样板 要挂去那地方 做实验看看怎么样 最后呢 经过了不断的断膜 不断的变化 现在你看到这个红色衣 四种红色衣服 那么这件红色外衣 究竟附着在什么材料上 才能经受住长期风吹 日晒雨淋 达到理想的视觉效果呢 这些颜色是红了 但是材料的面层材料的基礼 我们叫基礼吧 它是光板的 还是毛板的 还是要调纹的 我们右前就了好久 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一块板 因为很大嘛 这个建筑 首先什么材料 开始我们就提出四种材料 一个是金属材料 一个是玻璃材料 一个快材 一块块的快材 还有各种各样新的材料 我们提的这个要求是 这个全国各地的 生产材料的 那个厂家都送材料 送了几百种来 为了验证各种红色方案的 实际效果 何敬堂请施工方 特地制作了 23块1比1的 各种材质样板 悬挂在中国馆旁边的小楼上 供专家们进行反复讨论选择 这几次我都去过了 不同的时间 挂上去以后 它那个玻璃的受太阳 受质量影响非常大 效果不一样 甚至有的完全是一个灰的 有的变成灰里都还带点纸的 所以没有金属板才能体现它的板色 无论是早上下午晚上中午 或者是东面西面北面 你都看到它的红的板色 金属之下都是光面呢 还是毛面呢 还是有没有纹理呢 08年奥运开幕 晚上那个表演非常轰动 它很多中国元素 后来我们就能不能吸收一些中国元素 用祥云来调调 又做了四样发现的地方 结果感觉都不行 就像很多虫子一样 第二条不保感 最后我们又用那个丹辛荣 要做四样 就决定了 结果就调温又马上研究都是多宽 三公分也太小了 九公分更不行 就像集装箱太宽了 六公分还宽 所以又做了四点五公分的 比较结晶了 最后定了四点二公分的 二点五公分深 四点二公分宽 这种条纹一条条 这种条纹非常好 就阳光一教室之下 它不会反射 因为它凹凸 有凹凸的关系 有凸凸来推荐这个家 担心有没条条的关系 如果完全是光面 金属光面太光 太阳反射 它就不整体 现在一看起来非常整体 一万多块中国红外墙板材 经过三百多名工人 两个多月的紧张施工 终于披在了东方之关上 使其真正红了起来 当时何老师做的这个 就是中国馆呢 它具有典型的 这个中国建筑的这种风格 像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顶 也像中国的粮仓 整个构成呢 又是用一种现代主义的建筑手法 不是一种纯粹的一种 复古的设计手法 它表达的是一种 现代建筑的一个风格 但是呢又 一看上去呢 又是中国的这种韵味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 这个何老师研究得非常的深 应该是表达的呢 也非常的到位 何敬堂曾经说过 作为一名中国建筑师 有责任把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 向全世界做一次自信 而友好的表达 通过中国馆 它做到了 所有看到中国馆的人都说 它是中国的 意大利著名建筑评论家 卡萨蒂认为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是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分水岭 开创了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新时代 我来看看